我觉得青春牡丹亭启动了昆曲复兴运动 在中国大陆是东西南北都走过了 美国 欧洲 东南亚 新加坡都去过了 所以它这个影响是广泛的 在台湾这边编剧 服装设计 灯光设计 舞美设计 都是台湾的人才 而且这边都是一流的 我们是跟苏昆院 他们有一波非常优秀的演员 两岸结窗补短的合作 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次 他们对昆曲是知音 他懂 他会欣赏 所以他说你演的时候 他们来看你 又暴露你 又检验你 踏上这个舞台 让我们一下子就回到了二十年前 那种青春的感觉 那种青涩的感觉 那种青春的感觉 也没 连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